有信心 因為我已經豁出去了 說你打通宵 打三天三夜 餘生全部奉獻給他 當時我是這樣想的 因為我其實在那年前已經有這樣的想法 就是每一件事很多時候就很難去評判對比賽 我就將對比賽用甚麼來劃分呢 就是有沒有傷害性 那件事有沒有傷害性 極其是這件事傷害 傷害到他 或者傷害到我自己 對其他人沒有造成傷害 就是接著他 其實我視為一個工作 開始的時候是視為一個工作 真人騷我真的沒有做過 那就試一下 其實我們出發的時候沒有年紀而已 是嗎 那時候沒有辦法 那時候我決定離婚的時候 什麼時候都有想過的 嗯 但是 假如當時不是離婚的話 我想 那個情況還壞 其實當時的人聽到是因為打麻將 是沒有人相信的 嗯 那即使我身邊所有的朋友 不是啊 當然是有一個第二個 當然是 喂喂 有一個第二個的 厭固了你了 可能不想再照顧你了 那我都澄清 絕對沒有 一定是不買 他搬走了 過了一桑辣 嗯 就是情緒當然是跌到最低落 但是當 我會覺得 哎 其實可能在那層樓 我覺得 患過是更騙不到的 不是 那天都是想我們 是否讓我們再去一步 去想這件事呢 因為可能大家 去買一間屋 只會更加爭拆的勢力 可能當你分開去住 大家會冷靜一點 他會看這件事 會不同的角度去看 那所以我當時 他告訴我 那時候 就是我都未接受的 在那一刻 但是我過多兩天 我覺得其實 可能都是一件好事 嗯 讓他輕鬆一點點 不要再這麼大壓力 因為他先搬走 然後我還要在街上 他還要打電話 你跟我說 你幫我收拾好衣服 幫我車來我家 我想反過來 沒有哪個女人可以 還可以幫你慢慢收拾好衣服 還要車來你家 我離婚後 因為那時候 這樣的環境 這樣的疫情之下 我們有個想法 我覺得就是 不知道大家什麼時候中的 一中 那分分鐘就是 刮老襯 一刮老襯 就很多手續 處理不到 去搞 嗯 這個是 就是 往壞處去想 所以一直拖上我們去搞 嗯 我們看到他那份誠意 和那份勇氣 就是有一次 有一個行程就是安排我們去爬山 嗯 都幾危險 因為他那裡 他現在其實 他腳還是很腫的嘛 是 我們要爬山 我們要爬山 我們要爬一些安全性 他是爬不到那條安全性 嗯 我說不如他不要做 他說不可以做 他說不可以做 他那一剎那那個勇氣 就是 就是 令到我 他 都很大決心來 挽救這條婚 過幾天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天安排 就 應該是高山症 那個人 臨血 臨血 和發燒 我相信 他都 可以這樣說 是面對生成 那一剎那 我就要 很快地決定 在家裡 不知道 好啊 不要離婚 OK 我看到你的 我知道你的場面 嗯 真的 他趕完之後 馬上燒也退 我想 因為大家都 生活了這麼多年 那個感情 就不用說了 還有 最重要我覺得 因為兩個人 都是真的有愛的存在 如果你沒有愛 其實你做什麼都是 套路無空的 但是當你兩個人 都是一條心 都是對大家 是很緊張的 甚至乎可能 他心理上有問題 我心理上有問題 我心理上有問題 我們都是 以無反對 一定盡全力 去照顧好對方 嗯 我覺得 如果已經在這個心態 其實沒有什麼你害怕 現在我豁出去了 他現在 一夜回來 我就照睡覺 我沒有等他妹 因為他那件事 已經蓋過了一切 有信心 因為我已經豁出去了 不 說得你打通宵 打三天三夜 不用承錄 餘生 全部奉獻給他 我心理下 我心理下 都被打通了 我心理下 你不怕 那我心理下 你不怕